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继续关注市场零距离 我们来看看目前石盘的情况 石盘方面刚才是全线翻红 现在又是全线翻绿了 上证指数现在是跌了8.55个指数点 跌幅是0.29% 深层指跌0.14% 那么护身300指数跌0.28% 中小版和创业版分别是下跌 0.2%和0.09% 接下来我们连线到香港演播室 请杭宇来给我们谈一谈 我们香港市场亚太市场的情况 同时进入今天的大行期到 杭宇请 亚太股市今天是全面下跌 我们看到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 等几个主要股市 今天跌幅是在0.3%到0.7%之间 今天没有一个股市跌幅超过1% 另外上涨的股市有印尼股市 但其他的还有一些中小型的股市 今天是微涨 我们香港股市今天是低开低走 恒生指数在下午开盘之后 还是继续下挫 现在跌幅0.4% 至于国企股指数目前微幅上涨 至于货股通和港股通 今天都有小幅的资金净流入 目前整个市场的成交 向前几天有所缩减 现在是369亿港元 在今天港股通股票方面 我们看到中资的一些金融板块 今天明显反弹 中资 银行 保险股 现在都是领涨的品种 另外在各股方面 心理国际 顺应光学 光企 科学 现在是位于胜户榜前三位的个股 其中心理国际和光企 科学 今天创出五天以来新高 另外一些石油石化股 今天也是明显反弹 带动一些资源板块上涨 而今天下跌的个股 有横发扬升 北控水雾 国美电器 国美电器最新发出了盈利预警 表示首季净利润将会下跌 今天股价跌幅达到3.8% 另外AZH股方面 今天有一定的联动性 今天这些AZH股大价差的个股 今天是有一定程度的上涨 另外中资银行跟保险股 现在也都是普遍处于温和上涨 至于我们大航请到了 今天要为大家来讨论一下 金融创新和中国经济 我们请到的嘉宾是 中型银行国际首席经济师廖群 廖老师你好 廖老师今天为什么要跟您讨论这个话题 是因为最近我们看到 关于一些金融创新的监管措施 是在陆续出台 比如说这个最新就是上海 从本周开始上海银监局 是暂停了下 区内各商业银行和地产中介的 这个合作一个月 另外也看到这个最新的证监会 也有这个负责人表示 可能会去监管一些这个股权众筹 所以您是怎么看这个金融创新 现在这个监管加码的这个情况 现在是反映出什么问题呢 这个我觉得也比较自然 因为金融创新 以前咱们国家是没什么金融创新 最近这几年确实是有了 那么从前一段时间的这个理财 就是引致银行也算是金融创新的 那么实际上更多的最新的创新 主要是以互联网金融带动的 就是P2P等等这样的一些 众筹这样的一些创新 当然也包括最近跟房地产市场 有关的一些金融创新 这个创新的按照理来讲 金融创新应该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实际上从监管当局来讲 实际上一开始也是鼓励的 只不过以前没有 你这个一鼓励 你这个法规没有上来 每个人它又增长太快 增长太快的话 你没有法规情况下 金融创新就有很大的一个风险 所以现在他发现有问题了 那么就开始这个来制定法规 来弥补这个法规的漏洞 也包括一些法规的一些执行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在这样的背景下 这个出现了这个金融创新 法规的这个监管的加强的 但我想这个肯定也是必要的 否则是有太大 有比较大的风险 但是这并不表明 就是说这些金融创新 就会被扼杀 或者会被停止 实际上就在法规建立起来以后 那么就是漏洞补上以后 应该来讲 还是应该鼓励这个金融创新 这个风险究竟会有多大呢 怎么去评估呢 就是金融创新的话 现在看非常的活跃 就是说如果它一旦会产生一些 不良的后果的话 您会怎么评估 它对整个这个金融体系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肯定是 如果说你不管它 如果金融创新它过度了 肯定是有很大的风险 那比如说那个 2007年08年全球金融喊销 也是有实际上 某种程度上也是 金融创新所推动的吧 不说是它是最终的根源 也就是因为这个一些 磁带的一些延伸产品 还有最后很多延伸产品 包括外汇 还有这个CTS等等 这都是金融创新 就是因为就美国那时候 监管可能也不够 完了以后造成了这个金融海啸 那么现在它可能加强了监管 可能情况就好一些 所以那比如说理财 这也是一样 你如果不监管的话 你引致银行这些东西 那就是说这个肯定 就很多违约的情况会出现 互联网金融带动的更是这样 互联网金融它很多是 大众性的这个金融 比如P2P这样的 就是说它通过中间的话 它又不通过银行 它就开始贷款了 众筹实际上也是 也是融资这样的意思 如果说这个就是 一个投资者被投资者 被投资者如果说 你没有经过很严格的审查的话 你就给它以后 完了以后 它这个以违约的话 那投资者就受损失了 而且这牵涉到大众 关键是 所以这个对社会稳定 对经济都是 应该来讲都会有 这个直接的冲击 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内地的金融创新的 形势非常多 就有刚刚您说 这个P2P 还有这个线下理财 手符带 还有这个股权众筹 那现在这个海外市场 有没有这么多 这么多形势 金融创新的当然 还是从美国 发达国家来的了 就是说他们的 我刚刚说的 就是说金融海啸的那时候 金融创新是延伸产品 主要在延伸产品方面 派设出各种延伸产品 来卖给大家 证券化这些 关于这个 目前这个 咱们国内这个 就是说互联网 金融带动这个呢 当然也是从美国来的 P2P 也是首先在美国 只不过美国后来 它监管了 反正我们这边 可能 因为一开始上来吧 没有一队监管 实际上我们最后 互联网 金融来讲 应该 咱们国家可能 比美国发展还快一些 所以说在这方面 金融创新 是因为是后起之后 走得快一些 所以说现在来讲的话 美国方面 可能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已经发现问题 已经有一些法规 出来了 有一些监管了 那我们现在 这个监管也是跟上了 所以说 由于我们在一些方面 可能走得比美国市场更快 那么就对于监管 监管机构来说 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他们就要探索出一些 就是属于我们中国 自己特色的一些 这个 金融创新 另外呢 就是还是要跟您 继续来讨论一下 这个关于这个市场的风险 最近也是非常多的媒体 在关注我们中国的 这个债务的风险 最近呢 本周是有这个 英国金融时报 它有一个统计 说中国首级的债务总额 达到163万亿元 已经占到GDP的比例 达到237% 要远远高于这个07年 它其中还给了一个图 我们看到从图上 基本上就是一个 直线上涨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现在 另外呢 我们也是注意到 现在这是一个 非常多的这个 比较多的这个中国的公司 去有一些这个违约 产生了一些这个债务状况 同时也引起了 比较多的这个 这个外国的 这个分析专家的一些关注啊 那么您是怎么评估啊 就相关的这个债务的风险呢 债务风险这样 就是说最近金融时报 还有 还有一些机构也都出了 就是说中国的这个 目前的总的债务额 在GDP比重是237 有240 有249 大概就是这样的 240 这样的水平 那我观察的话呢 这个数字呢 应该是差不了太多 如果是把全部都算进去的话 全部都包括 全部都包括 就包括企业的债务 包括政府的债务 也包括个人的债务 全部都加起来 因为这个数字倒差不多 那这个数字呢 就是说是跟发达国家 到了跟发达国家差不多的水平 比欧盟稍微低一点 跟美国差不多 当然呢 比新型国家 比发展中国家都要高 所以说它起初是这个风险的问题 所以它起初这个问题 当然是有一定道理 但我觉得就是说 也不能过于的这个强调 就是说你还要分析一下 它的结构和原因 从结构上来讲 就是说中国的这个237 GDP237呢 就是说大部分是企业债务 企业债务大概 我估计到了170 180 政府债务应该不到50 那么个人债务应该20左右 说政府债务应该是低于 大部分发达国家 这是低于世界水平 是比较低的 因为欧盟当时有个60% 这样的紧接线嘛 那实际上欧盟国家 都突破这个紧接线 那我们50% 比60%还有一段距离 另外个人贷款比例是非常低的 应该是非常低 因为我们咱们国家最近 已经这个按揭贷款 也就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情 年轻人 以前呢我们稍微年纪大了的人 都是国家分配的房子 完了以后9万块钱买下来 现在变成几百万了 他们根本没有借钱 所以的话呢 这个呢就是说是比较低 但是问题就是说 企业债务确实是比较高 这个可能高于应该大部分国家 所以问题在这个地方 但我觉得这个高呢 可能也要分析 就是说也跟中国经济结构有关系 第一个跟中国经济结构有关系 就是说中国呢 因为还是发展的国家 又是一个世界工厂 它的制造业占GDP的比重 应该来讲是全世界最高的之一 高于肯定高于大部分的 这个几乎高于所有的发达国家 也高于大部分的这个发展的国家 但是你这个债务嘛来讲 就是说制造业本身来讲 就是一个备债的一个行业 为什么呢 因为制造业你要工厂嘛 工厂的话你不可能 你肯定要借钱去买原材料啊 借钱去买设备啊 对不对 相比较叫服务业 当然也借钱 但借钱就不是太多 服务业的小机构 一般银行也不会借钱给服务业 你知道吗 服务业它没有底啊 你知道吗 不说所有的 就说大部分的 所以的话制造业高的国家 比例高的话 肯定债务水平高 这没问题的 而且中国的投资也高 投资比例也高 投资比例高的话 肯定债务也肯定高 它肯投资嘛 不光是资本投资 它肯定要农资来投资 所以你看看日本 韩国当年来讲 包括台湾 他们的制造业 当年是比较 比例比较高 他们债务水平也是高的 所以有这样的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是 中国的这个 跟中国的资本市场披落 就资本市场能力很多 有关系 就是说你看我们 A股的话 和一年股债以后 没什么农资了 除了小企业之外 所以的话呢 就是说在美国的话 它企业农资 首先它可以到 股票去农资 那在国内你做不了 你只能是到这个 债务市场或者银行 去接贷款 这也是一个原因 那有这样的原因 当然呢 确实最近也是 这个增长比较快 也跟这个稳增长 这个宽松货币政策 是有关系 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来 我觉得还是必要的 就是你的增长太快 应该有所控制 但是我也不觉得 它马上就会导致危机 那日本呢 光这个什么 光政府债券 政府的债务就占 它GDP就200%多了 那为什么没有人 质疑日本的风险呢 但日本呢 就是说 所以说日本 它本身它这个结构 现在我们质疑说 日本它是增长没有 就是是滞胀 但很少人质疑 日本会产生金融危机 所以说就不能 光凭这一个指标 要根据各国的情况来看 来分析这个 但总之来讲 就是说 我觉得对于中央政府来讲 PBOC来讲 现在经济已经 起稳的迹象比较明显 在这种情况下呢 可能就不要再 进一步的宽松了 当然还会持续宽松 但是呢 宽松的力度应该减少 那么逐渐逐渐 还是要把这个 信贷的这个增长 要控制下来 不要让它比例再往上走 如果你当然 走得很高的话呢 就风险就更大了 现在已经有风险 但是还可控 但是你不要 要逐渐地让它 有所降低才对 所以说这些外国 他们这些专家的质疑 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道理是有一定道理 但是不要说 马上就是一个金融危机 或者怎么样 跟那个2007年 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 或者欧洲债务危机来比较 现在没到那种地步 如果能够控制的话呢 也不会走到那种地步 当然你要说 你让它将马放行事 让它一直往上走 当然问题就大了 所以从货币政策上来说 还是要节制 从现在开始 应该有所节制 另外就是您对于 整体的中国经济的情况 您是怎么评估的 早前我们已经看到 这个首期的经济数据 多数已经公布了 那今天呢 最新就是公布了一个 跟工业有关的数据 就是这个全国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利润总额 在三月份呢 是重回了这个 10%以上的增长 我记得去年是 这个还是在下跌 12月还是这个 去年全年是负的 全年是负的 全年是负的 2点几 大概是 这个呢就是 首先第一季度数据 特别三月份数据 出来以后 应该市场已经 大部分人们 中国今年会 经济会齐稳 因为三月份 有全面的 强劲的反弹 整个一季度呢 都比大家预期要好 那今天除了这个 三月份的这个 工业生产 生产企业利润数据呢 有进一步增强了 这个信心 因为这个数字 是没有想到的 因为去年的话 工业生产利润 因为你看看 中国的这个PPI 是负的5点左右 这个对企业的 盈利影响是很大的 在这种情况下 真的要有个正增长 确实是比较困难的 那现在的话呢 三月一二月份 已经有 已经好的迹象 是增长了5点几 那三月份一下 变成11点几 这个是大大 我觉得是 大大好于市场 说明 进一步说明 中国经济确实在 在企稳的这个 气象是越来越明显 所以我觉得 应该来讲 今年所谓 中国经济企稳嘛 就是说 也不会说到7以上了 应该不会这样的 现在就是说 企稳你不要掉到 6.5以下 那目前来看 一季度6.7 我觉得二季度 应该能保持6.7 如果上一份的 势头持续下 二季度能保持6.7 那么下半年 可能稍微再高一点6.8 全年嘛 我当然还是说 预设是6.7了 6.7或6.8这样的水平 所以手机的 这个经济数据 也可以说是 给中国经济 今年的这个走势 开了一个好投 那么您觉得 现在对于这个股市上来说 您觉得现在 这个中国经济 整体上这个经济数据 您评估对于市场 是一个比较正面的支撑 这个肯定是对市场 是有正面的作用 那么股市的话呢 肯定 如果中国经济 真正 真的在今后 两三个季度起稳的话呢 那我觉得就是 股市向上的机会 就比较大 当然 中国的股市 A股市场 它有它 本身机制的问题 那比如说散户过多 那些散户 都是没有经验的人 所以说动荡 也是难免的 不一定 某一天一个消息 让它大涨 或者让它大跌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想可能是 震荡向上吧 上周我们也看到了 突然出现了一次大跌 当时也是令人 它经常莫名其妙的 它会出现大跌 或者有时候有大涨 但您从整体趋势上来说 您觉得这个上涨 从经济的基本面 股市的经济环境来讲 应该是有向上的可能性 大于向下的可能性 但能不能够真正向上 要看股市本身的改革 会不会有所进展 就是这个恐慌情绪 这个散户主导的 散户的这个阳军心理 能不能有所改善 另外我们也需要关注一下 就是美国方面的消息 这个美国联邦处理局 在四月份的议息 目前正在进行当中 应该是明天公布结果 现在市场预期应该是 这个不会按兵不动 这个也是您的预期 这个明天 就四月份按兵不动 可能性就非常大的 因为从目前的这个 从它上一次会议 这个延迟以后 再加上最近这些数据 美国是每天都有数据 有好有坏 那总体来讲 可能还不至于 虽然有所改善 不至于它明天就加息 但是毕竟就是说 它这个减息 加息不放缓以后 经济还在改善 加上欧洲的QE 美国的日本的这个复利率 欧洲的复利率 整个全球经济呢 也是得到了一定支撑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今年美国加息 还是会加的 加个一到两次 我想可能两次吧 所以您说加息 六月份加息的可能性 还是存在的 那您就相应地 对于我们中国的经济 和人民币会传承成 首先对人民币 是会有直接的影响 现在人民币的话 人民币对美元走势 现在的汇率呢 就是说短期来讲 由于全球流动性泛滥 它不是由经济基本面 决定 而是由国际资本流动 方向决定的 国际资本流动方向 就是受这个利率来牵引的 那么美元是主要的利率 所以是主要看 美元的利率走势 所以说美国要加息 那人民币肯定 贬值的压力 会进一步加大 美加息的贬值 要加大一些 那么最后PBOC 我估计也会顺应市场 就是说让它贬一点 但是不会让它大贬 温和的贬值 好 感谢廖博士 今天给我们带来 有关于金融创新 以及中国经济的分析 现在把时间交给上海 好 谢谢韩语和博士